经历了自2月27日起6天的紧张初试 北京电影学院议考在昨天迎来了首日复试 与初试时等待的数百米长队相比 首日参加复试的人数明显少了许多 据北京电影学院官方数据显示 初试时报考的9693名考生中 通过复试的仅有2300名 如此高的淘汰率 考生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对于经历过中系 北电多轮考试的李兰迪杨希子来说 压力在他们身上似乎是不存在的 还行 都是还行 中系比北电要轻松一点 然后北电老师不爱笑 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们考场的老师听的都比较短 我觉得老师特别和蔼 然后都很开心地笑 同样在当天现身的 还有九五后小花儿送祖儿 早上八点她便和李兰迪相继走入考场 经历近一个半小时的考试后 她用微波遮脸低调离开 当被记者追问起富士的感受时 她则用有点懵来形容 又是懵的 还有一天是清醒的出来 每天 每天都是懵的 此次富士的内容分为两个环节 首先是朗读自选稿件 随后再进行才艺表演 这可是考生们在老师面前 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 在考生们等待进场时 记者就发现 他们之中有人身穿民族服饰 有背着乐器的 也有手拿各种无数道具的 可以说为富士做足了准备 而明星考生们则同样准备起了 他们最拿手的才艺 还有那个你的才艺 我的才艺是声乐 就唱苗歌 然后还有一个小心愿 因为我之前有唱歌嘛 所以说都还好 就准备了大概一个星期吧 对 准备的是舞蹈 其实茉莉花是从四月份开始学 然后后来我中间就去拍戏了 就没有学 然后回来之后 把它完整地学完 然后到现在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宋佐尔 在富士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了 据她说 进考场之后 她临时改了才艺表演的内容 那现场究竟表演的是什么呢 宋佐尔的回答 可真是和她的性格一样 古灵精怪啊 临时代表演 换了一个 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有点懵我准备的 那个五刀 五刀 与中系仅有两轮考试不同 北电为期三天的复试结束之后 还会对考生进行三四式的考验 虽然考试过程紧张又压力 但李兰迪早已憧憬起了 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018年的一考进程已经过半 希望各位考生能如愿取得好成绩 爱惜于